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你今天来到 与我们与神同行 今天主题是忠心事奉 经文来自路加福音 一章五字七子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女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伊丽莎白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 都是二人 遵行主一切戒命礼仪 没有可指责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几路迈了 当时没有子字是件羞恥的事 虽然如此 他们都道路忠心事奉 试想一下 旧约有超过六百条戒命 要遵行所有的戒命 以及做到无可指责 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事 撒母义先知 曾经向素罗王说 听命 圣于献祭 神看着我们的内心多过外在 义人恩信得身 相信 他们对神的超凡信心 才可以在圣经当中称为义人 来让我们学习 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 对神的信心 忠心事奉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我们心中所愿未能达成 就延迟事奉神 世界会引诱我们 叫我们说出不同的借口 例如等我们有成就 结婚 生了小朋友 累积到一定的财富 或者退休有时间 先再侍奉神 如果是这样 那我们就在见到我们自己的国 不是神的国 在生日当中 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戒命就是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爱神和爱人如己 我们不要以为 只是星期日翻教会崇拜 守一切宗教的规条 就可以取悦神 因为没有旁神建立关系 不认识神 内心远离神 神是要我们 心灵诚实地去敬拜祂 今天让我们立志 无论得时不得时 都要与神同行 紧紧跟随耶稣基督 先求祂的国和以神为乐 相信 神会将天国的福分赐给 那些追寻祂的人 让我为大家祷告 亲爱的天父 可以忠心侍奉你 是何等的福气 永远是主祢赐下 足够的恩典给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可以单单追求主祢 行在主祢的旨意当中 无论任何时候 我们都找到机会去爱祢 去侍奉主祢 放祢在手里 主我们多谢祢 给我们这个福分 我们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 阿们 如果你觉得被鼓励 或想认识耶稣 可以留言与我们联络 祝福大家 我们下次继续与神同行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会给你 我们下一个传统来 都无论